郑心血来潮改了个名字 秦始皇云正 在BP阶段 马超说了句 我套下师傅 这种扰乱军心的话 放在郑当年统领的秦朝 可是死罪啊 郑直接言语警告 马超若敢再动摇军心 郑避开你的脑袋 新闻游戏一级清中线 命令孙并给郑上 清完线以后 郑去上路微服私访 没机会抓人 郑就把和谐空下来 返回中路的时候 孙并竟胆敢犯上 郑直接怒了 你再敢胡言乱语 妖言惑重 这个时候打起来了 先不说了啊 郑先补刀剑 把兵线清完 然后保持一个安全位置 用平A不断压对面的状态 换血之后 谁状态好 谁就有主动权 这时郑把话说完啊 孙并再敢乱说话 郑砍你的脑袋 六分钟直接零杠时啊 马超说了句 各路被压死了兄弟们 郑看见以后勃然大怒 你敢跟郑称兄道弟 不怕郑降罪于你吗 逆风确实比较难受啊 这把没有节奏 郑爱卿在玩郑的时候 切记逆风也不要断了 跟队友的交流 同时打穿的时候啊 一定要看好对面刺客战士的位置 不要让他们摸到你 我们就算不输出 也不能死 没有视野就不要带太深的线 让兵线离郑的塔近一点再轻 在出装方面 郑先出面具 是因为一技能和大招 都能处罚多段的面具伤害 逆风面具出完 郑可以直接做帽子 然后做法穿 确保法强法穿都有 一定要沉得住气 对面来一波你轻一波 对面迟早会有人掉点 也就是仗着自己顺风多打扫 向这里对面上头 玩不战的时候打架 决决被郑逮住机会 拿下双杀 郑的队友都在高呼 郑非常的盛名英勇 郑作为贤军 肯定要及时回应嘛 这不过是灰灰手罢了 郑英明神武 这不算什么 这局露露的经济非常低 只有4600 他指了指原方6100的经济 意思是差距有点大 切不了 那这个时候 郑指了指自己的经济 告诉队友虽然是逆风 但不用担心 大家注意现在郑这个站位很危险 因为左边是没有视野的 幸亏这个苏列不敢刺杀郑 真的吓死郑了 下路抓到一个机会 但是没有带走原方 郑这个时候看到队友还想追 但是小地图显示宛儿就在附近 郑这时飞快发了两个信号 第一个标记了小地图上的一个点位 第二个信号 郑点了宛儿的头像 队友一看就知道郑的意思 那个位置宛儿可能在 这种组合信号 要比一个单纯的撤退信号效率更高 因为队友一看就懂 钟爱轻音不妨用一用 露露自己5500经济还是没有自信 郑直接点自己头像告诉他们 有郑在没意外 郑平时除了任那个李万机之外 闲暇时间打了2万场王者 总结出的经验就是 很多逆风不是输在操作 而是输在心态上 郑的心态很好 但队友不一定 所以郑就需要告诉队友 逆风 郑照样比对面经济高 郑就是屌 你的队友缺的永远不是坚持 他们缺的是一个能让他们坚持的理由 郑的谈笑风生就是这个理由 郑平时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这局队友基本没什么交流 不过还是有惊无险的翻盘了 摘下了王者第28颗星 正式养肚 钟爱卿退潮吧 字幕志愿者 初音ミ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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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